我已經接到侯市長 柯主席打來的祝賀電話 我們大家一起寫下了 民主的心願 儘管選戰中難免 有意見不合 甚至衝突 但隨著選舉結束 這一切都已經落幕 取而代之的是 合作的開始 一起歡迎台灣新好總統 賴清南 我們一起走到了這裡 謝謝你們 用無比的勇氣 堅持到最後一刻 我們守住了民主 也守住了勝利 對不對 這是一個屬於台灣的夜晚 我們讓台灣繼續成為 世界的關鍵制 在這場全球關注的大選 台灣告訴全世界 在民主與威權之間 我們選擇站在民主的這一邊 這就是這場選戰 對全世界的意義 大家說對不對 未來中華民國台灣 也會在民主路上 和國際盟友繼續同行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也做到了 沒有讓外部勢力的借選得逞 因為我們相信 自己的總統自己選 對不對 剛剛 我已經接到侯市長 柯主席打來的祝賀電話 我們肯定一下兩位候選人 我也恭喜他們兩位 所屬的政黨 掌握國會的席次 同時 我也要恭喜所有的立委當選人 我們大家一起寫下了 民主的心願 儘管選戰中難免有意見不合 甚至衝突 但隨著選舉結束 這一切都已經落幕 取而代之的是合作的開始 大家說對不對 我將建立開放政府 公開透明 並推動溝通 協商 參與 合作的政治 團結包容是國家進步 社會和諧唯一的道路 因為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是我們共同的信仰 中華民國台灣 是我們共有的認同 對不對 這次國會選舉 民進黨習次不如預期 這代表我們還有 很多要改進的地方 人民期待有能力的政府 也期待有效力的制衡 我們會誠實面對新民意 實時警惕 穩穩的踏出每一步 好不好 好不好 這場選戰 讓世界看到台灣人民 對民主的堅持 這樣的聲音 我希望對岸也能充分理解 兩岸之間對話交流 才能降低風險 我們必須用交流取代圍堵 用對話取代對抗 才能和平共融 也唯有和平對等 民主對話 才最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 也是雙贏的唯一出路 那時候對不對 讓我們相信民主 相信台灣 相信人民 我們繼續走下去 拼下去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下次再見 謝謝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